疫情期间地方建设不中断 日子乡骑美村选被试的原山骑美桥 桥梁桥面陷落弧度是越来越大 虽然乱乡公所设置了监控仪器来监控 但每年陷落的0.6公分的速度 令村民是相当担忧 四处的奔走争取改善 如今终于有了正面的消息 圆明会上周是核定了300多万元的经费 来协助地方改善 为了有效减缓原山骑美桥陷落的危机 相公所设置监控仪器来监控 并且限制超过15吨车辆通行 但是每年以0.6公分速度陷落的桥梁 由于是主要的农产运输道路 因此村民不断四处沉情反应 希望能够有个安全的交通环境 如今终于有救了 原山骑美桥我们每年都会做监测 那按照监测的一个结果 然后需要改善的 我们会向县府跟上级来反应 那今年特别感谢原住民委员会 有核定了368万的经费 来针对我们现在原山骑美桥 需要改善加强的部分 来给予经费 从村长地方所会代表 积极提报争取 获得原民会的支持 上周原民会也核定了300多万元的经费 来协助地方改善 相公所即刻会同的地方代表 村长以及部落头目等 现场挥刊规划设计 乡长陈金工表示 若没有问题也将尽快的完成 上网发包的作业流程 其实这个经费300多万 大概就是改善的部分 没有办法说整个桥打掉来重建 那它里面可能有一些就是伸缩缝的部分 规列的部分 这是为主要的这个项目 那其他的油漆的部分 跟路面的改善的部分 这只是里面的附属的部分 经过地方所会与村长县议员 及县政府的共同努力下 远山秦美桥改善计划终于有谱 秦美村长蒋国雄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是在疫情冲击下 后续发包作业是否会受到影响 乡长陈进光有些担忧 但也进一步表示将会全力克服 让争取不易的改善计划能顺利执行完成 还给村民一个安全的农产交通道路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导